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知该剧播出后并没有激起多少水花 此后长盘贵子基本在坐冷板凳一眨眼 两年时间过去了 要知道在娱乐圈混 女演员的青春是很宝贵的 长盘贵子为了突破事业瓶颈 只好拍摄了大尺度电视剧《恶魔之吻》 没想到这部剧播出后效果确实不错 长盘贵子因此关注度大增 此后几年 长盘贵子凭借热播日剧 《跟我说爱你》 《白昼之月》 《理想结婚》 连续三年 获得日剧学院上最佳女主角奖 而她合作的男演员 都是支田院 福山雅致 主演那一封这种日本顶流男星 她逐渐成为日剧收视率的保证 事业的夹急将她推向日剧女王的宝座 长盘贵子当时已经是日本一线演员 她当然希望能进一步拓展事业 于是她把自己的想法主动告诉了事务所 在事务所安排下 长盘贵子分别与香港天王巨星张国荣 和刘德华出演了《星月童话》和《阿虎》 电影播出后 她成功在中国地区打开知名部 同时期 她与亚洲第一美男 牧村拖栽出演的《美丽人生》 在日本首播 创下日剧收视级部 刷新各个榜单 随着电视剧在亚洲其他国家播出 长盘贵子的演艺师也达到顶峰 她成为亚洲最受欢迎艺人之一 2004年 长盘贵子出演了电影《世月》 在影片中她饰演《森田脖子》 凭借该角色 她获得了影后归冠 2009年 长盘贵子嫁给了才华横溢的编剧《长种归室》 婚后 她并没有退出影视圈 而是继续坚持自己的事业 如今长盘贵子已年过50 状态依然很好 皮肤白皙 只是对比年轻时候 身材圆润了不少 93年在电视剧《恶魔之吻》 中青青自然的演出风格 深获观众的喜爱 因而获得更多的演出机会 奠定日后在电视剧集方面发展的基础 94年更一口气参与《我的命运》等五部电视剧的演出 虽并无佳作 但这种热情投身演艺事业的自我努力 不断增加了个人的曝光率 也锤炼了表演的记忆 这种敬业的行为 是长盘在95年与《风川月姿》合演的 《跟我说爱我》一句中获得巨大回报 长盘把剧中那个清纯可爱 又喜欢吃醋的广子演得活灵活现 大方自然毫不搅柔造作 向观众展现其刻画抉择内心世界 与个性特质的深厚功力 该剧放映后收视率起高 由于长盘的形象深入明星 令他的个人声望被推向最高点 跃居电视界一线红星日剧女王 但美誉自此形成 然而对于长盘贵子来说 光是巨星的地位 远远不能满足他对于表演艺术的渴望 他渴望的是不断挑战自我 突破界限将更多复杂多变 极具挑战性的角色 完美呈现给观众 1996年 长盘贵子与志田玉儿连维主演的电视剧 《白昼之月》 成为了他演艺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这部剧中 长盘贵子饰演的吴勇 是一个刚刚不如社会的年轻女孩 她原本对未来充满憧憬 但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重大打击 被人强暴 这个角色对于当时已经建立起 可爱偶像 形象的长盘贵子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角色从最初的乐观向上 到经历打击后的绝望崩溃 再到最终坚强地克服心理障碍 迎接新生活 其内心的曲折变化和情感的起伏跌宕 对演技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幸运的是 长盘贵子以其非凡的演技 丰富的情感表达和对角色深刻的理解 成功地塑造了吴勇这一角色 让观众看到了一个从脆弱到坚强 从绝望到重生的真实形象 他的表演既没有过度夸张 也没有流于表面 每一个眼神 每一次泪水都显得如此真实 深深地触动了观众的心 白昼之月的成功 不仅让长盘贵子的演技 得到了业内外的一致认可 更是让他成功地从一个偶像明星 转变为了一位遗眼记着称的实力派演员 在《白昼之月》之后 长盘贵子的演艺之路愈发宽广 他不断地探索不同类型的角色 与一线大明星合作的多部日剧作品 如与主野内风和演的《李夏的结婚》 与中居广正和演的《最后之恋》 与福山雅之和演的邂逅 以及与真田广之演的《小豹吉仙峰》等 都成为了叫好叫做的佳作 他的名字也因此成为了日剧界的一个传奇 长盘贵子的故事 是一个关于不断追求 勇于挑战的故事 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 无论在任何领域 只要勇于挑战自我 突破界限 就一定能够达到新的高度 长盘贵子的演艺生涯 正是这种精神的最佳权势 99年长盘贵子与TBS电视台的强荡日剧 魔女的条件 势之交臂 反而捧红的长盘 在日剧领域最大的对手松倒蔡蔡子 令他人气即将不少 再加上他于99年5月赴港 与张国荣合演电影出女作 星月童话 Moonlight Express 拓展另一条演艺之途 外间甚至传闻长盘的日剧生涯 已不适为之想 而事实上 长盘在一年伙同超级红星木村 拓在演出的美丽人生 由预期的空前成功 长盘再次以精湛的演技 诠释外表自信 内心自卑 并要和并魔搏斗的伤残少女性子 同奥斯卡的评委一样 观众对这种身体有残障的角色 是寄予极大的关爱和肯定 金童玉女一般的木村 与长盘的合作 为剧情向观众带来无比震撼力 剧中人物的海誓山盟 生离死别 不但赚人热泪 更造成轰动 成为日本近十年来 收视最高的剧集 而长盘贵子 还凭借剧中的出色表演 击败松龙子 中山美穗等女星 日刊体育报 第三届读者票选最佳女主角奖 这也是他继两年前的 《最后之恋》 赢得日刊体育报 观众票选最佳女主角奖之后 二度与此讲结缘 她的女王地位再度稳固 在日本影坛 长盘贵子的名字绝非浮云 她的名字就像一抹鲜活跃动的色彩 为日本的荧幕增添了无数的光彩 她的演技 无论是在电视剧中扮演弱势角色 还是在大荧幕上 崭新其清纯可爱与深情宽宽的一面 都让人难以忘怀 然而 正如《梅朵花都》有其阴影 作为交换 这样的传闻 无疑给她的形象抹上了一层阴影 也让她成为了众矢之地 然而 就在这样的压力和非议之下 长盘贵子并没有选择放弃 相反 她以更加坚韧的意志 更加出色的演技 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她在《恶魔Kiss》中大胆地演出 让人们见识到了 她作为演员的勇气和决心 而她在日剧中的精湛演绎 更是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而后 长盘贵子的事业 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 日本的师弟已经收复 她决定再次将目光投向海外 寻找更广阔的舞台 这一次 她遇到了演过一百部电影的刘德华 两人合作的作品《阿虎》 讲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在这部电影中 刘德华饰演的全首刘德华出狱后 到泰国与素未谋面的女儿相认 而长盘贵子 则是那个能够理解 他们之间复杂情感 帮助他们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调解人 这个角色 再一次展现了长盘贵子深情 而又温柔的一面 也为影片增添了几分温馨 尽管长盘贵子的路途中 充满了挑战与争议 但她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努力 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她的故事 就像是一部感人的电影 虽有波折 但最终总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光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